我們就這東西來說 精靈子的濃度等於10的負PH之方大M 這你的計算要用到高中才會有對數 所以我們國中不會做很麻煩的字型 我們就10的負1、10的負2、10的負3 你就直接看 10的負1就是PH多少?1 10的負3PPH多少?3 好來來來 偶爾會出現一些 不能夠湊出來就要你算誰跟誰之間 譬如說1.2乘以10的負3 那請問他在誰跟誰之間? 是在3跟4之間還是2跟3之間? 這樣子才弄OK? 所以我們就精靈子的濃度等於10的負變 所以因為我們科學很懶惰 大家都要寫7的濃度 就不要只寫那麼多 都等於10的負幾 那個負幾就不要寫 大家都一樣 就搞個PG就好 所以你就知道什麼意思呢? 酸的話呢 PH值比7還要來得小 因為那個負號嘛 負6比負7大對不對? 要把負拿下變成6又比7來得小 所以PG小於7什麼性? 酸性 那等於7呢? 等於7又是中性 大於7呢? 又什麼性? 減性 也因此就會看到一件事情 PH值的大小跟性濃度大正好怎樣? 相反 性濃度越大 PH值就怎樣? 越小 就是PH值如果越大 性濃度就會越小 所以考試的時候你就要看 人家是直接問7的濃度 排大小呢? 還是群排PH值排大小? 因為他們大小正好會相反 他們大小正好會相反 OK? 這叫做PH值越小 OK嗎? OK? 好 所以你就知道 PH值越小 性濃度就會越大 就越酸 PH值如果越大 性濃度就越小就怎樣? 越緊 然後又越緊 就是酸鹼性跟PH值的關係 酸鹼性跟PH值的關係就是這樣 OK嗎? 好 好 記得 記得 記得他們的關係 記得他大小的狀況 好 你們要學會的事情 記得PH就是 心理脂濃度等於濕的 負PH值方大M OK? 常見的酸鹼性 看一下 有人有問過 硫酸的酸沒有問題啊 胃的酸的沒有問題啊 橘子的酸的酸的沒有問題 可是要進來尿 尿的PH值大概多少? 六 什麼性? 酸性 還有一個注意 牛奶有一點點酸 血液什麼性? 鹼 弱鹼 有人的說法是這樣的 尤其是提倡素食的人的說法是這樣的 人的血液要保持鹼劑才會健康 可是肉吃多了就會變得比較酸 就會不太健康 不太健康 但這個說法其實是有問題 不講 OK? 然後還有海水差不多是潛 看一下 有人會問了解一下 常見容易的PH值 OK嗎? OK? 酸鹼指示劑 有一些東西可以來幫我們指示酸鹼 OK? 好 我們學過對不對 學過嗎? 我要你備顏色記得嗎? 我要你備顏色記得嗎? 我告訴你私人愛考對不對? 分胎愛考對不對? 廣用爺爺考過 幾乎沒有考過分紅 OK? 還有注意喔 這個變色範圍的意義高中才會教 我們就先不管它 可是你會發現譬如說分胎 按照表來看 PH值發的時候是什麼性? 什麼顏色? 顏色 橘色 可是發什麼性? 簡性啊 可是我們發什麼顏色? 酸中顏色 所以實際上我們所謂的酸中顏色 就是PH值比較小的顏色 簡對就是PH值比較大的顏色 你要給它大的顏色 但是你就不仔細的分別說 酸顏色、頸顏色 其實是小一點或是大一點顏色 OK? 背下來 來 已經讓你背過了對不對? 我背好 然後呢 色馬表 這邊跟你講廣用指示機是看色馬表 你這個 色馬表 我們用過對不對? 我要你對照看 顏色跟誰最低 大概聽得大概多少對不對? 當然很不準 大概猜一猜 大概看一看 OK? 是嗎? 我們用過對不對? 對不對? 偏小 好 一些常見的東西也可以當做指示機 小萱應該玩過 小萱應該玩過這個是對不對? 比如說 質感男 簡中會偏綠跟黃 三中偏紅跟紫 質感男 應該不用背 應該不用背 不過你講背我也沒意見 應該不用背 紅鳳菜 一個吃起來很奇怪的菜 味道很Special的菜 它味道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紅鳳菜 好 顏色 看一下 你告訴你說 很多東西很多植物 在酸中在鹼中的顏色會不一樣 所以在炒菜的時候 加一點醋就變成這個顏色 加一點那個變成那個顏色 就是這樣關係 OK? 好 這樣關係 OK 知道一下可以了 然後一個PHE 我上次給各位用PHE 可以量了對不對? 比較準確一點 可以準確到小 可以寫到小 這個其實有問題啦 寫準確到小數第二位 其實就還有問題 因為它如果顯示到小數點第二位 那我們交的 最後那位應該什麼是 估計值 估計值 前位還是所謂的 準確值 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就是說 它可以顯示出兩位小數 然後配目標看起來比較準確一點 PHE 讓各位了解一下 一般我們在國中是用不到 一般在國中用不到 我們就是拿指示器來指示一下 就是有關於跟各位介紹 PHE一些相關觀念的部分 OK?